我啪把桌子一拍 然后突然站起来就朝我冲过来了 啪一把把我的耳环抓掉了 近日唐一飞在参加某综艺节目时 谈到自己第一次演戏时候的惊悚经历 唐一飞称那天拍得特别快 她拍完一场就赶紧去换衣服准备下一场 结果导演突然拍桌子暴怒朝她冲过来 一把拽下了她的耳环十分危险 原来是上一场她的一只耳环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只能重拍一条 但导演却将怒火全部撒在她身上 那个剧的主演是林心如和苏永鹏 而唐一飞只是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时至今日唐一飞还觉得是愤愤不平 坦言她绝不相信 那个导演敢把这种气撒到林心如和苏永鹏身上 也就只敢对她这种职场小白横 唐一飞出道后陆续参演过不少热门影视作品 曾因和林霄素姚晨的感情纠葛 唐一飞曾背负多年骂名 事业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直到近几年唐一飞的风评才逐渐转好 前段时间和林霄素在真人秀上老夫老妻的自然表现 也缺了一大部分 事业逐渐开始翻红 喜欢就订阅呗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